一套动作跳下来能够明显感觉到 就像中文队教练说的 女子跳台的单人和双人 真的是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程度 就是领先的幅度最高的 对于其他的对手来说 是一个断层碾压的优势 你绝对想象不到 到底是怎么样的比赛 令各国选手面露难色 仿佛面对的不是跳台 而是无法预约的洪沟 全红禅和陈玉希 两位中国选手 他们的每一次起跳 都仿佛是在挑战人类的极限 每一次入水 都几乎做到了灵水花 这种技术和默契 无疑给所有的竞争对手 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他们要是想得到冠军 除非中国队不参加比赛 但是这种机会 是可遇不可求的 比赛开始 以加拿大选手为例 选择了301B 在第一跳中 他们的同步性问题暴露无疑 手臂的动作一快一慢 让裁判打出了相对较低的分数 46.8分 下面是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第一跳 选择的是201B 两个人的惯人动作都没有问题 同步性稍微的有一些起跳高低的差异 虽然同步性也有些不足 但水花处理和难度系数 都得到了裁判的认可 获得了54.6分 亮马 看第二跳 加拿大逼选择了201B 似乎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 试图缩小与中国队的差距 但仍然无法 与中国队的完美表现相提并论 获得了44.4分 来看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第二跳 选择了301B 几乎完美的表现 裁判直接给出了56.4分 比赛来到第三跳 加拿大队选择了107B 吸取前两套的教训 在动作同步上有进步 但是水花还是控制不好 裁判给出了65.7分 接下来是中国队 选择同样的107B 哇 真的是太棒了 靠谅 当外国选手看到中国队 在第三跳中几乎完美的表现时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既惊讶又无奈的表情 裁判直接给出了80.1分 比赛继续进行 加拿大队选择了407C 不得不说 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同步上做到了很大的改善 裁判更是给到了69.12分 来看看禅宝和陈玉希 选择了407C 哇 漂亮 啊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407爆锡 向内翻腾三周半 最一跳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了 太完美了 只见他们轻盈地跃入空中 宛如两只优雅的天鹅 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让在场的所有 外国观众和裁判都为之惊叹 裁判毫不犹豫地打出了88.32分 比赛来到最后一跳 加拿大队选择了5253B 他们的同步性越来越好 然而 对于水花控制这个环节 他们似乎还是难以突破 裁判打出了70.08分 让我们来看 全红缠和陈玉希的最后一跳 同样的动作 来看看中国队 是怎样做到一致的 太完美了 只见两位姑娘 在空中轻盈地翻转 优雅地入水 几乎没有溅起任何水花 他们的默契和实力让人惊叹 裁判给出了85.44分 最终 以364.86分的成绩获得冠军 这也是陈玉希归来的第一冠军 显至霸切得不像样子 难怪大家都说 蝉宝和陈玉希的组合 那就是王炸组合 根本就是名不虚传的存在 那么 要是蝉宝和小金豆组合 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就是教科书般的水准 差一个0.5满分 你绝对想不到 全红缠 跳水界的奇迹缔造者 悦无声处听惊眉 在线上演水花消失术 他的207C 宛若天奈 直击原星 每一次的跳跃 都好像是对世界奇迹的发生 裁判毫不吝啬的 赠予97.35分的荣耀 然而舞台另一侧 陈玉希 这位同样璀璨夺目的跳水之星 实力根本不差 全红缠 与他并肩而立 历史交锋中 金牌几度一手 可是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两位巅峰对决 不仅是记忆的较量 更是一直与信念的碰撞 全球瞩目 万众期待 这一战 谁将笑到最后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那么这场比赛 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 让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比赛 首先出场的是全红缠 选择的是107B 却见他轻盈跃起 仿佛轻盈的羽毛 在空中翩翩起舞 最终以近乎完美的姿态 如流星划过夜空 精准入水 裁判给到了76.5分 接着是陈玉希 他同样挑战107B 稍微过来一点 动作流畅 却似在追求极致中 稍显急切 入水瞬间 角度微暇 却难掩起卓越风采 裁判们目光无惧 最终陈玉希 以72分紧随起后 虽略逊全红缠一筹 却同样赢得了满场喝彩 展现了跳水运动的 无限魅力与竞技精神 紧接着第二跳 两人选择了同样的动作 难度3.0的407C 先来看一下全红缠 这个动作不管是起跳 还是入水 都挑不出来毛病 简直完美的不要不要 甚至有裁判直席给出了10分 最后都分是91.2分 陈玉希紧随其后 是不是也会跟铲宝一样 有着一样的惊人表现 陈玉希也是向红的动作 同样很漂亮 漂亮 该输不输 实力没得挑 同样的优秀 但整体来说还是限缺了一点 裁判给出了86.4分 再来到第三跳 全红缠选择了 难度3.2的6243D 这个难度可以说是 相当有挑战性 只见铲宝 淡定地走到跳台上了 脸上毫无表情 一切都好像在她的意料之中 哇 太漂亮了 哇 漂亮 空中动作做到了极致 正所谓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如果要是失去了光芒 那么比赛将毫无意义 裁判更是给出了84.8分 下面是陈玉希 选择了难度3.3的626C 各个难度比铲宝的高了一个程度 也就意味着挑战更大了 那么 陈玉希会完美地展示出来吗 让我们接着看 陈玉希缓缓走到台上 深呼一口气 做好起跳动作 漂亮 完美 不亏是跳水界的天花板 接近完美的一跳 让所有人大喊起来 最后裁判更是用94.05分 这个成绩来赞美陈玉希 比赛进行到第四跳 全红蝉选择了207C 这是要逆袭了吗 看着蝉宝坚定又霸气的眼神 就能看出 这一次不简单 哇 太漂亮了 估计裁判都看傻眼了吧 会不会给出全部满分呢 真的是太厉害了 奇迹发生了 看来蝉宝的状态和心理素质 真的太好了 裁判直接给出了97.35分 虽然不是全部满分 但至少这个分数 足以证明蝉宝在跳谁的地位 下面是陈玉希 同样选择了207C 可能蝉宝完美的一跳 会影响到陈玉希 但是会吗 只见陈玉希做好准备动作 好的好的 整个过程没有拖泥带水 但是完美性没有蝉宝的到位 没有过多的失误 裁判这次给出了84.15分 这一跳过后 蝉宝妥妥的反超陈玉希 比赛来到局点 谁将会是最强王者 谁会笑到最后 大家拭目以待 首先是全红蝉选择了5253B 将完美进行到底 很好 这一跳完美全是了 跳水的存在 蝉宝真的是把动作 拿捏得死死的 从起跳到入水 都是那么干净利落 裁判给出了86.4分 跟玉希紧随其后 同样是选择了5253B 那么 这一跳陈玉希会成为 第二个创造奇迹的人吗 只看见陈玉希双眼 已经透露着霸气的目光 很优秀 漂亮 真的是太美了 这一跳是不是会反超呢 裁判给出了91.2分 也是相当高的一个分数了 但是 最后的大笔分 还是没能超过全红蝉 很遗憾的错失金牌 他们这场比赛 真的是让人享受到了 精彩的视觉盛宴 和王者之间的巅峰对决 两个人的水花消失数 真的是太美了 在现场看全红蝉和陈玉希跳水 到底有多震撼 看看台下观众的嘴张得多大 你就知道 当他们开局就秀出 独一无二的水花消失数时 全场的外博观众们集体倒戈 纷纷为王炸组合的表现而赞叹 毫不夸张地说 但凡有他们参与的赛事 那金牌是一点悬念也没有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抓紧 进入这场大战 看看这一次谁能有幸 在王炸组合的手下 拿到这枚宝贵的银牌吧 首先登场的是墨西哥组合 不错不错 墨西哥组合虽然在动作细节上 还存在瑕疵 但是从第一跳来看还是挺有默契的 成功拿到了46.80分 下面是加拿大组合的第一跳 同样是在入水的处理中 存在很大的问题 最后拿到了45.00分 英国组合的第一跳 英国队不愧是银牌的有力获得者 第一跳就展现了 郭英的技术和配合 如愿的拿到了49.20分 第一轮外国选手们都拿出了态度 跳出了风采 那么接下来请来看一下跳水的标准答案吧 我们有请全红蝉陈玉希闪亮登场 怎一个哇塞了得 没有功夫大家的等待 全红蝉和陈玉希开局就拿出了教科书般的表现 全场爆发出了震耳玉龙般的呐喊声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国队的主场呢 裁判也没有犹豫 直接给出了57.00的高分 就这样王炸组合用一个近乎完美的表现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 来到第二轮 墨西哥组合的第二条 细节决定成败 墨西哥队再次激起了浪花朵朵 最后只拿到了42.60分 加拿大组合的第二条 加拿大队抓住了这次机会 得到了47.40分 趁机反超了墨西哥队 英国组合的第二条 英国选手第二轮稍有失误 最后拿到了45.00分 中国选手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第二条 我的妈妈咪啊 简直是太夸张了 无论是动作还是入水都做到了出奇的一致 王炸组合的这一跳着实是吓到了所有人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电脑合成的效果 直接将台下的外部观众看得头直摇 毫无疑问 王炸组合第二跳在创新高 轰出了58.80分 仅仅两轮的试探后 中国队已经以20分的领先稳居第一 这还是在动作难度受限的情况下 马上进入到自选动作环节 当难度系数放开后 王炸组合的威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我们拭目以待 墨西哥组合的第三跳 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第一个炸鱼如约而至 难度才刚刚提高 墨西哥对着和炸鱼来了个亲密接触 最后拿到70.20分 加拿大选手的第三跳 选择407C难度系数3.2 自禁的加拿大人提高了难度 但却难逃炸鱼的宿命 最后也仅仅获得了68.16分 英国组合的第三跳 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英国队也步入了失误的行列 最后拿到了63.90分 这一轮提高难度后 外国选手纷纷丢失了比赛的节奏 我们赶紧有请全老师和陈老师为大家做个示范 第三跳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好的没有任何问题 虽说这一跳没有前两跳完美 但这也足够让对手学习一辈子 在稳稳地拿到了78.30分后 中国队将分差扩大到了34分之多 足以体现我们恐怖的统治力 我们是轻松了 可下面的外国选手却真的不可开交 我们继续看关键的第四轮 墨西哥组合的第四条 墨西哥队在炸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炸出了风采炸出了态度 炸的裁判那是七荤八素 裁判抹了抹脸上的水 送上了68.16分 加拿大组合的第四条 我的天哪 刚当的泳池还未恢复平静 加拿大队就再次发起猛烈的冲击 直接用水花给岸边的裁判洗了个头 裁判口吐芬芳地给出了52.47分 跳得很好 下次不许再跳 英国组合的第四条 你炸完了我来炸 大家一起笑哈哈 英国队的这一跳也仅仅收获了67.20分 这一轮外国选手们前赴后继 对着泳池那是一顿猛攻 我们赶紧看一看王炸组合的表现压压惊 再炸下去我都担心泳池的水都要被炸打 炸鱼就像灰指甲一个还能传染俩 王炸组合这一跳在入水时也出现了瑕疵 不过问题不大依然拿到了84.48分 经过四轮的战斗 比赛的局势一目了然 银牌将在墨西哥队和英国队中产生 那么最后一轮 谁可以顶住压力在中国队的手下拿到这没宝贵的银牌 我们静观其变 墨西哥组合的最后一跳 拿到了70.08分 加拿大组合的最后一跳 同样以74.88分结束了今日的比赛 英国组合的最后一跳 可以可以 面对墨西哥队的施压 英国姐妹花最后时刻迎来了爆发 出色的拿到了75.84分 反超了墨西哥队 让我们恭喜他们拿到了这没宝贵的银牌 接下来就来到了本场比赛最精彩的时刻 我们看跳水艺术家全红禅和陈玉希的最后一跳 选择5253B难度系数3.2 无敌是多么寂寞 在全世界观众的注视下 王炸组合在最后时刻再次使出了神奇的水花消失数 从慢镜头看真的是赏心悦目 裁判大手一挥送上90.24分 帮助我们以70分的领先断牙式夺冠 如意看这是什么情况 在如此重要的赛场上 全红禅的207C竟又一次出现严重失误 就在大家都以为 这次他必定会输给奥运冠军陈玉希是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而这一次严重失误后 也让我们大家再次看到了他的经典风世明场面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率先上场的是韩国选手门罗宇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2.8的405B动作 这个动作发挥的还挺不错 裁判给出5-4.6分 紧接着上场的是韩国选手赵文飞 他选择的同样是难度系数2.8的405B动作 很明显起跳开一块跳的并不是很好 裁判给出5-4.4分 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中国选手陈玉希 他选择的是难度系数3.0的107B动作 这一跳小编都不用多说什么 裁判给出79.5的高分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选手全红缠 跟陈玉希一样 同样是难度系数3.0的107B动 漂亮 这一跳太完美了 很明显 陈宝伯今天又要给大家上演水花消失数 裁判直接给出85.5的高分 目前排名第一 下面比赛进入第二轮 韩国选手文罗宇 选择了难度系数2.9的205B动作 水花说的不是很好 裁判给出了478分 接下来是韩国队的高安珍 他即将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0的107B动作 发挥还算是稳定 裁判给出了54分 陈玉希和全红缠第二次的动作依旧一样 都是难度系数3.2的407C动作 先来看陈玉希 还是非常独错 还判给出了80分 再来看看全红缠 哇 漂亮 这一跳简直不可思议 再一次上演水花消失 竟然拿到了所有裁判给出的满分96分 第二轮比赛结束 全红缠本局第一陈玉希第二 接下来继续看比赛 第三票韩国选手文罗宇 选择了难度系数2.8的三宁隐私 动作 起跳出现了麻雀跳 空中双脚没有封止 只拿到46.2分 紧接着出场的是韩国选手赵恩飞 选择了难度系数2.9的二人舞弊动作 卢水是没有控制好水花一下就飞减出来 裁判给出52.2分 中国选手陈玉希 选择了难度系数3.3的丢二人私 动力 漂亮 对跳非常满 挑逼出任何的毛布 拿到了95顶器刨分 接下来是中国选手全红缠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6243D 这动作 好的 水花有一点点没控制 裁判给出86.4分 第三轮比赛结束后 全红缠继续本级第一 比赛很快来到B4条 韩国选手文罗宇 选择了难度系数3.0的107B动作 对于他来说发挥稳定 裁判给出了52.5分 韩国选手赵恩飞 选择了难度系数2.8的305C 动作 水花着实有顶大 裁判只出了40.6分 最后是陈玉希和全红缠的强强对抗 动作都是难度系数3.3的207C 先来看陈玉 这一跳就是妥妥的水花消失数 根本挑不出任何矛度 裁判都被折服 给出94.05的超薄分 接下来看全红缠的表现 有点遗憾 这一跳的水花没有被完美的矿固着 裁判给出75.9分 第四轮比赛结束后 陈玉希反超全红缠位居绑者 比赛来到最后的决胜区 韩国选手文罗宇 最后一 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5253D 动作 还不扣 最后于57.6分结束比赛 再来看看赵温飞的最后一跳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3.0的5152B动 跟他的被有大孔小鹰 裁判给出58分 中国选手陈玉希的最后一 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5253D 动作 算是稳定发挥 达到86分4分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全红缠身上 他这一跳直接决定金牌的区迹 让我们圣母的 漂亮 太刀 非常的板 能够在失误的状态下积极调整过 不得不说全红缠真是有颗强大心 完美的发飞也彻底征服所有才 达到了94.4的高分 最终比赛结束 全红缠凭借最后一跳反超陈玉希 以从分438.2分拿下管局 而陈玉希紧随球 以435.65的分数拿下迎台 中国队的两位姐妹花 在整场比赛都 再一次给大家带来了视觉胜 那么看完比赛 这样的排名是你心中所想了 欢迎大家踊跃评勿